近日,据韩媒报道,根据TV话题分析机构统计数据显示,电视剧《衣袖红香边》连续三周占据了电视剧领域话题榜单第一,电视剧加非电视剧综合话题榜单第一,电视剧参演者话题榜单第一等多项话题佳祭。 《衣袖红香边》改编自同名小说,由2PM成员李俊浩和演员李世荣主演,作家郑海利执币,导演郑志仁指导,讲述了想要守护自己生活的功率,以及比起爱情,一切以国家优先。 《圣君》之间的禁恋罗曼史,在剧中,演员李世荣将女主演绎的干净利落又不是可爱,而拥有丰富影视作品经验的李俊浩,也发挥了稳定的演技,两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其实,直到开播之前,《衣袖红香边》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,尤其是在宋慧桥现在正在分手中,林英爱剧情一,全志贤,知一山,韩笑周,Happiness光芒的遮掩下更是显得暗淡无光。 然而,凭借故事情节和冷卫主演甜蜜浪漫的化学反应,《衣袖红香边》一路高歌,收获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。 据悉,第一集收视率仅为5.7%的《衣袖红香边》,在后续每集播出的收视率都呈现上升趋势,成为了周末剧的伏冰。 如今已经上升到了9.4%,这个数字预计还会继续上涨。 这不仅是《衣袖红香边》的逆袭,也是MBC的逆袭。 爱多韩语社,没人解释我最新韩语,关点赞和订阅哦。